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人文導演 王重正王導演 導演好 鄭大哥好 各位好朋友好 叫鄭大哥就對了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道長 李務己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 李振元 李主任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 以及這個好久不見了 是我們過去的這個合作的主持人 余美仁 美仁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美仁他現在也在正大宗教研究所 讀碩士 他是正規的碩士班 不是那種EMBA這種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這個很帥 這個大家的偶像 藝人霍正祺 鄭大哥好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五位 這個我們今天一時之選 討論的主題是神事 人事 道長的事 我們臺灣是一個儀面的社會 所以我們的儀面的社會 我們有這個祖酒 葡萄 驅邪 黨煞 該文 報文 為商家辦公德法事等等 其實我們都很需要這個道士 或者是骰公這樣的角色存在 但是說起來道士或骰公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雖然不可或缺 有時候我們還覺得他蠻神秘的 有時候還怕怕 那麼今天我們邀請到五位 首先這個要恭喜王導演 是 王導演最近有一部國片 叫做看到靈魂的那隻眼 骰公正要上映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這個故事其實是發生 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在澎湖馬公城 有一個陳阿海的一個人 他因為去抓那個偷衣賊 後來反而被偷衣賊打死 打死完了之後 還被鄉民誤會 他就是偷衣賊 然後再加上 因為他死了 沒有辦法辯解 他沒有辦法辯解 然後還被他們 因為是不好的事 然後就被 還被這個家族除名 然後他就變成一個冤魂 然後還被當時的法師長 封印在馬公城內這樣 然後經過幾十年之後 就是他的後代的子孫 這個海陵殿的主委 就是我們這個 那個雷霸 雷霸 飾演的一個角色 然後 狄大哥 你是講五曲 五個太太那個嗎 對 這樣介紹比較認知 然後他就 因為他要幫王爺辦 辦那個過生日做法會 所以他就要請 就是他們澎湖在地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宮廟的傳統 就是小法 小法文化 那後來 但是因為小法快失傳了 所以都找不到人 所以他就請他弟弟 從高雄回來 為什麼高雄 因為高雄也是 澎湖也是高雄的大本營了 然後他本身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獲勝旗演的這角色 然後請他回來幫忙 做一些規劃什麼的 後來就將姻緣際會 就跟他的祖先 就有一個姻緣產生 然後最後就幫他 把他這解緣誓願 然後也讓他能夠轉世投胎 這是一個非常 應該是我自己感覺我自己拍電影 拍了三十幾年了 然後我也覺得他這是 我自己還得到一些 很很很棒的一個 心裡滿足的一個東西 目前我們因為已經在全省 都在做這個 應該是說那個包場的 一個電影 四篇 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每一場的話 大概因為有三分之的人 都會掉眼淚 很感動 很感人 很感人的一個戲 是 這個就是海報嗎 對對 叫我們海報 這個完全展現了 我們台灣人的有情有義 人情味 我們還做了 看到 還做了三首歌 那有首歌裡面 都跟這個有相關 而且都是大師幫忙做的 看到 這個電影就叫 看到聯魂的那一隻眼 對 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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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個那個 這個 印尼紅色的 是師公 接一下 對 師公 那你這裏就怎麼會去 拍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當時 我受到 陳秀老師的影響 你怎麼去澎湖 之前 因為我想把那個 台灣的電影國際化 我們一講說 你要國際化 你就必須在地化 後來我們大概做了 兩三年的天野調查 發現台灣 最在地的文化 就是宮廟文化 然後我就 什麼地方沒有公廟 對 後來我就發現 然後我們就從金門 後來澎湖 然後台灣 最後我就選擇了澎湖 因為澎湖有一個很非常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小法文化 所以我就用它做基礎 來延伸了這樣的一個故事出來 然後我希望能夠推廣 我們台灣正統的宮廟文化 跟我們的道教文化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滿重要的 那跟我 因為信仰我覺得 就是我拍完這個戲 我就感覺到 第一個我們不迷信了 然後第二個要有信仰 第三個要有文化 那第四個要論科學 那我覺得 我就朝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跟 應該信仰沒什麼關係 因為我軍人就 如果是軍人出身 我官校出身 在部隊也帶了 也拍了舉光日什麼什麼 各種 我還拍黑金呢 就因為這樣過來 其實跟信仰沒有關係 而是你自己內心想 發自內心裡面要做什麼 然後我拍這個戲 純粹就是我發自內心 所以這所有的錢 都自己去募的 自己去募的 這樣要花多少錢 大概將近快三千 獲政旗要給他多少 獲政旗 無價 我先解釋 所有你看 因為我們開始宣傳了 我從一開始宣傳到現在 所有演員 全部都配合 只要有空一定來配合 我沒有付半毛錢 我也沒錢付 因為我覺得不是說 給不給錢的問題 而是你心中的戲仰 有沒有存在 我待會兒會給你們看 我們後來做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就是拍完戲的時候 心靈沉澱也得到療癒 這樣 然後我就也到廟裡面 去發言說 我們要走八八宮廟 那走八八宮廟的時候 就是蓋靈印 那我希望把這個事情 能夠夠做會 讓大家一塊來 共同來發揚這樣的一個 是 我們台灣的 那你在澎湖拍 澎湖是海靈殿 海靈殿 那人家海靈殿同意嗎 我 人家審同意嗎 來 這個就關鍵了 我本來要開拍之前的 心裡怕怕的 因為故事也還可以 那時候覺得 那我就說 突然有一天我說 我就跟我的監製說 我們應該是要去 海靈殿去擲個杯 我先解釋 我沒有擲過杯 從來沒有過 後來那天我們要去的時候 那天是王爺的生日 照理說生日是不可以打擾的 所以我前一天 我就跟法治長說 如果我去 你可以不可以幫我去問一下 後來 王爺說你來 早上十點 海靈殿拜什麼神 祂是拜 蘇甫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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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死後的那個 然後他就說你來 那我就十點鐘去擲杯 所有人都在 就連續三個聖杯 好 包了一盒杯 而且祂那個儀式是很奇怪 祂擲了一個聖杯之後 法杖就很恭敬拿起來說 祂說你還可以再擲一個 我不懂什麼原因 好 那當然在祈求什麼 再擲一個 再祈願什麼 然後祂又正杯 又拿起來 大家都鼓掌了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我之前是等到 擲完杯子我再想 萬一沒有中怎麼辦 是不是就不要拍了 應該是 真的耶 人家不高興 對 他沒有同意你 後來三個聖杯完之後 應該是還儀式很慎重 然後就同意了 同意之後 心情就很好 我就好 那我們就來拍了 對 那為什麼祂會忽然 又叫你再去補 因為我們拍到第三天的時候 法杖說那個王爺請你來一趟 我也不知道什麼 他說還要請我去 神明信念去 就請我們去 我說好 那我說我去一下 那我拍到 那天剛好我們就是拍戲 拍到第三天的時候 第四天 然後我就停下 我就晚上我就去了 去完之後 他跟我說你的名字不好 你的片名不好 片名不好 我本來名字叫塞公 他說你的片名不好 太局限了 他說你要改個名字 我就跟 跟那個法事長說 無話可講 我說我已經開始宣傳了 已經開始前面就開始宣傳了 我說這都開始在做了 我很難改 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改 跟王爺講一下不要改 那他說王爺既然說 你還是改一下好了 我說你心情沉重 我回去洗澡 想那我到底要改什麼名字 就想了一下 不要管了 你找他拍戲 找他一起來 我就打開窗後 就看到了那個海 因為我們那個住棚物台 一看 心情剛好一道光下來 我說看到靈魂的那隻眼 好像還不錯 就有靈感了 來 所以我當然想 是看見還是看到 是看見靈魂那隻眼 還是看到 那人文一點 就看到 是這樣來的 對 那你就從善如流 對 我就取的叫 看到靈魂那隻眼 然後叫塞公 你先用施公下去 下去放映一次 然後再用第二個名字 再放映一次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 唯一標準 但是我剛剛解釋 我後來問了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當初都叫我 不要那麼局限在塞公這邊 他說道教文化 有一點狹隘的 對 太狹隘 所以我覺得神明 會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我自己是很下課的 因為之前就有人跟我講 說不要再局限在塞公這上面 因為我們 我很希望把這個系列 我們這個塞公 變成一個IP 那我要看市場反應 如果能 我們就會形成一個IP 是 然後後來 所以我在走那個 八八宮廟的那個文化 就是那個時候 幾乎我發現到 他真的應該是要好好的去拍 有神在裡面 感覺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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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